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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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人为难穿上披风 化身潮人英雄 随人迷作一壶摆挪 万人迷的总统 懵懵懂懂 碌碌永永 寻殿宇宙苍穹 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 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 日子渺小重复 而是做的梦褪色荒芜 我不孤独在有你的旅途 我就心无旁铺陪你看日出 在暮色中我远不途 背着爱的包袱 走得义无反顾 管它生效我执迷不顾 我很满足有你同感共苦 哪怕岁月藏出一生的脚步 在你灵魂停住 很专注很辛苦 我会想avoir更多 本节 Редактор субтитров Н.А.X. 好 媽 怎麼會有蛋糕 這是我第一次自己親手做蛋糕 第一次做蛋糕就做得這麼漂亮 你的手好巧喔 妳要不要試試看看 好啊 好吃耶 真的嗎 真的耶 沒想到我對醉油蛋糕還滿有天分的 這幾天 你跟正音結在花蓮 應該創造了很多新的回憶 那他在你心裡面的分數 有沒有網上加 有 那現在是幾分 65分 哇 一下子從20分跑到65分 而且比我還高 哪有 姐也是75分 那我還是贏她 好啦 真不會解疼你 當然 不過 照這個速度加分上去 如果過幾天 你們再去個高雄 宜蘭 或是台東的 不就馬上衝到滿分了嗎 哪有這麼快 你不要亂說 好 我不要亂說 我幫妳查一下 台東有哪邊好玩的 妳要不要計畫個 三天兩夜的旅行 姐 還是妳想要出國 吃蛋糕 吃蛋糕 裡面有草莓 很多草莓 真的 真的蠻好吃的 美琪 怎麼一大早出來找我啊 該不會是想接我上班吧 怎麼了嗎 一大早表情這麼嚴肅 還這樣看著我 小妮 我第一次見到妳的時候 我覺得妳是一個自尊心強 心地善良的女生 怎麼忽然間講這個 接下來跟妳接觸 我發現妳的工作能力非常強 的確有自傲的本錢 後來跟妳成為朋友之後 我也發現妳對朋友豪氣爽快 就算我們知道妳是大老闆的女兒 妳的態度也都一樣 始終如一 妳說了我這麼多好話 是在誇獎我呢 還是 妳做了什麼 讓我不高興的事情 現在 想先讓我心情開心一下 小妮 我問妳一個問題 妳能夠誠實回答我嗎 當然 妳想知道什麼 上次打電話給妳那個頭顧 她的名字是不是叫呂洞斌 是啊 她和我們起衝突的 是不是同一個人 她們是同一個人 對不對 大琪 我 湘寧 妳剛剛答應過我 妳會誠實回答我的 我 我 我跟呂洞斌已經碰過面了 我都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才來問妳 她說的是不是真的 謝謝 我 我把妳當成我最好的朋友 當成無話不談的好夥伴 我為妳扛下所有的責任 彌補妳的心痛 我還拋棄了我最愛的女人 我真不敢相信 這居然只是一場謊言 湘寧 妳怎麼會做出這種 不可思議的事情 妳的驕傲呢 妳的自尊呢 妳的善良呢 妳到底是不是 我認識的那個李湘女 因為我愛妳 我一直以為 我在妳心裡面 是有位子的 我們相處得那麼好 那麼契合 所以我才會放行錯過去追求事業 可是我怎麼知道 一等我回來 一切都變了 夏瑪莉的出現 讓我發現 在妳心裡 她比我還重要 所以 我慌了 算了 急了 所以才會 所以才會自導日演一場戲 讓我親自切斷 對那妳的感情 江蓮 妳所謂的愛 帶給我的只有痛苦 妳以為我就不痛嗎 我也很痛啊 我也很痛啊 因為妳 我沒了自尊 我的腳 也全部都沒有了 妳問我還是不是 妳認識的那個李湘明 我不知道 我也一直忘不自己 我只是要妳愛我 為什麼那麼難 為什麼 我感受到的不是愛 是背叛 我 我也不能再責怪妳 是我自己不好 我的軟弱 讓妳以為有希望 我的介意 讓妳一路錯下去 妳 妳 妳 很快 我 我們 從今以後不再是朋友 妳 我 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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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曼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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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來接妳上班的 走吧 曼莉 我有件事想跟妳說 不會耽誤妳太多時間的 如果妳願意的話 坐我的車上班 我們路線聊 是我先說要送曼莉上班的 我不需要你們送我去上班 謝謝 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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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尚德和趙立琦兩個人 都到妳家樓下說要接妳上班 現在都有在演哪一齣 我哪知道 可是妳不覺得很奇怪嗎 何尚德要接妳上班 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為了要追妳 那趙立琦她這是哪招 什麼 收入門到 收入門到 好啊 那中午一起吃飯 謝謝妳 那我先去忙了 待會兒 妳 妳答應她 為什麼不答應 只要立琦早上已經找了一次賣力了 現在又找過來就代表她應該是真的有事 是 對 就聽聽看她到底想說什麼 畢竟都是同事 有什麼話說清楚也比較好 但是妳應該知道 千萬分要跟我們報告好不好 對 這很重要 妳應該要說 妳們兩個很煩耶 上班了啦 唉唷 萬利 這是關係 對呀 妳不要想逃喔 我跟妳講說 妳聽會最大的問題 妳一定要講出來 記得準時來看準就好了 好 不會 下一位 正義謙 謝謝 拜拜 妳怎麼會跑來看準呢 在心理方面 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嗎 我心理方面是沒什麼問題啦 其實我有一點小問題 想要問一下蕭醫師 我原本是要私下約妳見面的 但是我哥不給我妳的電話 所以就來看準 浪費一聊資源 我知道啦 我也是有道德良知的人啊 所以我是自費看準 沒有浪費一聊資源 浪費我的時間 幫我請下一位 但是蕭醫生 我不是故意要浪費妳的時間的啦 我是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請教妳的 是什麼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夏滿安的事啊 現在我們兩家人啊 因為夏滿安的狀況 都陷入了抽雲產物之中 特別是我哥啊 他最近這些日子 就過得很苦 很可憐 連我這個弟弟看了都覺得很心疼 可是夏滿安他回程的狀況 還不錯耶 心態調適的也還OK啊 應該是不會造成家人或朋友 什麼困擾 不錯了啦 我說的是更深層的問題 你知道嗎 夏滿安和我哥到現在 一直都沒辦法兩情相悅 妳身上看 我哥他不是很難過嗎 他會在夜深人靜 吞下多少淚水啊 兩情相悅喔 這種事情需要時間 急不來的吧 唉唷 我也不是很急啦 我就是想要給他一點催化劑 來刺激一下 讓他萌芽啊 刺激 萌芽 我想要刺激一下 夏滿安對我哥在猶豫 所以才來問一下 消逸性的意見 我這樣對夏滿安來說 應該不會有什麼不好的影響吧 其實對滿安來說 唉唷 我們就想知道妳們的記憶是吧 我記得 這 這 其實 鄭英傑沒空就算了 真的不需要妳陪我 我自己來就可以了 我是英傑的祕書 幫老闆費用解饒是我的責任 放妳一個人來 英傑她一定會捨不得的 媽 我們好像過號了 沒關係啦 最後再多等一下 謝謝 你怎麼不來看夏醫生的展覽 我是 是因為 你最近有什麼壓力嗎 壓力喔 是 壓力 英傑是特地來幫朋友諮詢的 她有一個朋友精神狀況 好像有一些問題 對 就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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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到你了 好 讓我進去 好 好 鄭英傑 這是你的 居然有辦法跟蕭醫師搭上線 當然啊 我這麼聰明 有什麼辦法想不到的 反正我的目的已經達成了 蕭醫師不反對 他真的不反對嗎 嗯 他是有提點我一些注意事項 但是他真的不反對 總之我要進行我下一步了 你也要參加我的計畫 我 當然喔 要刺激夏曼安啊 非你莫屬 我耶 所以你要跟我說什麼 之前跟你提分手的事情 我很抱歉 其實事情都已經過去了 你不用特別跟我抱歉 曼玲 我想請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對 讓我彌補我之前犯的錯 我們重新開始了 你知道你自己在說什麼嗎 現在是愚人節 還是這是什麼準人節目 不是的 我沒有開玩笑 我知道這樣說很唐突 可是我是認真的 請你相信我 之前提分手 真的不是我願意的 如果不是你願意 那為什麼要分手 是我世人不清做錯誤的判斷 我以為這樣才是對你最好的 什麼叫做世人不清 什麼叫做錯誤的判斷 我為什麼跟我分手 才是對我最好 總之之前跟你提分手 都是我的錯 對不起 趙惠祺 你又來了 你根本就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一直在拒絕溝通 那裡 其實 我真的不想要說出什麼 互相傷害的話 畢竟我們在同一個公司上班 但是 我真的覺得你很自私 說分手的也是你 現在又要我給你機會 你真的以為我這麼傻 會把我的心再捧出來 然後讓你再傷害我一次嗎 你的心情我都懂 可是很多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妳說 但是曼莉 請相信我 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一定會用時間 證明我的心意的 好嗎 你根本就不懂 隨便你 我沒有時間 也不想再跟你聊 曼莉走了 他們要聊得 不是太開心 你說他們是在聊什麼 反正不管聊什麼 對上德來說 應該都是個好消息 你這什麼意思 你支持上德 那當然 好馬不知回頭草 而且現在眼前有嫩草可以吃 就更不用吃回頭草了 可是你不覺得 莉琪跟曼莉比較搭嗎 才不是呢 我覺得上德跟曼莉比較搭 是莉琪 是上德 是莉琪 是好上德 是莉琪 好 整點那個水 我來就好了 拜拜 來 謝謝 看整個結果怎麼樣 我今天有做了一些測驗 蕭醫生說結果都是好的 表示我的適應狀況還不錯 好 慢就好 這樣子 慢安很快就可以想起來 總結妳那份痴心絕對的愛了 我突然想到我還有王董子要去整理 我先去忙 慢走 不用送我 謝謝 這個週末我想要去看Rafi 剛好我有空 可是我沒有要約你 開玩笑的 你是Rafi的主人 當然要你帶我去 那我週末去妳家接妳 好 總經理 我這裡有幾份文件比較急 我想請妳先處理 好 那妳 我要報告業務部的事情 不急 好 那我先處理一點 等一下就過來 好 人家都說 萱萱是我哥完美的祕書 但是在我看來 萱萱的等級 根本就是完美交期了 好 這麼多年來 萱萱她一直排在我哥身邊 幫她處理大小事 我都覺得我哥可以沒有手機 沒有電腦 但是就是不能沒有萱萱 看到了吧 萱萱她對我哥已經了解到 不需要用語言 只需要一個眼神 一個動作 就可以知道她在想什麼 萱萱 妳剛剛說有什麼事要跟我報告 也不是很重要的事 就業務部的情況一樣 我幫妳拿 好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沒關係 謝謝 沒關係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來 真的沒關係 有沒有燙到 沒有 沒事 謝謝 沒關係 我再買一雙新的給妳好了 不用 我去洗手間洗一下就好了 可以嗎 可以 妳剛剛幹嘛撞我 就不小心了 我要先回去了 那我送妳 我跟曼莉有約 等一下去跟她見面 小燕姐 妳剛剛不是說 有什麼事要跟我報告嗎 我突然想到 我要跟客戶確認一些事情 等我確認好 再跟妳報告 走 我可不是在我眼聳聽喔 我哥和萱萱在辦公室的互動 我自己也看到了 我哥 我哥對萱萱 恐怕 不只要把她當秘書 這麼簡單 應該也把她當朋友吧 妳是笨蛋嗎 妳該不會相信 男生跟女生之間 還有純友宜這件事吧 有啊 我跟你啊 而且萱萱之前也說過 曾英傑對她來說 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嗯 反正你們女生都很善變啦 昨天是這樣覺得的 說不定今天就有其他的想法啦 欸 你不要不相信我說的話欸 哥我說的全部都是真理 感情是地表上最難控制的事 愛情是世界上最難的一種遇見 不管是誰 不分時間不分地點 愛上就是愛上了 鄭竹倩 你坐在我同上幹嘛啊 我不是跟你說過 我要跟你談那一件事了嗎 你們有事情要討論啊 那我先出去好了 不用 你直接講就好了 喔 我是要跟你說喔 官司的那一件事已經沒事了 對方已經撤告了 撤告 嗯 怎麼可能啊 那個人看起來就是一臉死要錢的樣子 都還沒有收到錢 怎麼可能說撤告就撤告啊 我也不知道啊 是不是你偷偷給他錢啊 我沒有 那你怎麼會知道 沒事了 因為我打電話給他啊 你幹嘛打給他啊 我本來是打算跟我哥借錢解決這件事的啊 鄭竹倩 可是我連錢都還沒給他 他就說他已經撤告了啊 你真的很NO 你居然會想要跟那種人和解啊 我這不是NO 這叫愛惜生命 你幹嘛這樣看我 該不會是你去埋伏他 把他暴打一頓吧 我看起來有這麼暴力嗎 沒有 沒有 不過真的好奇怪喔 為什麼他會偷然說撤告就撤告啊 這該不會是他的陰謀吧 還是什麼暴風雨前的寧靜 說不定是對方良心發現 知道自己做錯了 所以才會撤告啊 那我們再去找李東銘談談好了 那件事之後他都沒有再和我電話 還是換你打開 算了啦 既然他都已經說撤告了 那我們就當作沒有這件事發生 這樣好了嗎 只要他再來個回馬槍 搞得更大的官司 那怎麼辦啊 怕什麼啊 冰來降檔水來塗煙啊 到時候再看情形再怎麼樣解決囉 真的不好意思啦 因為我下禮拜一一零時要出差 所以改成明天 謝謝 真是太感謝了 那我們明天見啊 對bows 快 Explain 我有煮咖啡 了 我們在這間層 Version 好 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說 怎麼了 就我之前跟你說 那國外客戶要來的事情 我記錯時間了 約成明天 明天是假日 造船長也休息 你怎麼帶人參觀 哥 對不起 是我的疏忽 現在要怎麼辦 你害客戶白跑一趟 生意做不成這事小 也將會嚴重影響到公司的信用 對不起 我以後會更謹慎一點 你先把客戶明天約來公司 我幫他做簡報 聽聽看客戶的需求 你再安排一次參款 好 我知道了 那我馬上聯絡客戶 對啊 你會不會覺得趙立騎生很煩嗎 說要走就要走 說要滑就回來 弄得我真的很想大叫 對啊 林茂兒 你現在就瘋了是不是 我怎麼可能答應他的要求 我現在就走一步算一步了 好 我先不跟你講 我就好好思考一下 拜拜 你怎麼了 我問你 如果 你現在被一個小弟弟熱烈追求中 但是你的前男友 又回來想要吃回頭草 你會怎麼樣 所以你的前男友立騎回來找你了 那就看你想選哪一個 我兩個都不想選 尤其是趙立騎 我現在超不想面對他的 為什麼 你不喜歡他了 我不知道 只是我覺得他對我還是有所隱瞞 如果他這種不坦白的個性不改的話 我們兩個再複合 還是會遇到問題 我不想要再來一次 如果兩個都不想選 那就講清楚就好了 我講了 兩個都講 但是兩個都不聽 煩死了 其實我現在也有一點點煩惱 什麼煩惱 我覺得 萱萱和正英傑站在一起 看起來 比我和正英傑還要適合 的確是這樣 萱萱她長得很漂亮 看起來又很有氣質 一整個人看起來就是 非常的端莊又優雅 的確是比妳適合 站在正英傑旁邊 我開玩笑的 妳幹嘛當真 可是妳說的也沒錯 當然有錯 因為不管萱萱長得再漂亮 再有氣質 能力多好 只要正英傑愛的是妳 妳就是最適合的人 是嗎 不是的話 正英傑為什麼之前要為了妳 鬧家庭革命 取消婚約 妳這些都只是小問題而已 英傑這麼愛妳 現在就看妳要不要愛她 妳還自己在那邊瞎吵醒 妳拿下我才麻煩兩個 一次來兩個 而且 算了 決定我要去洗冷水澡冷靜一下 妳不要感冒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對不起 公司臨時有事 明天沒有辦法去看Rafi了 沒關係 好 合上的 妳怎麼又來啦 我不能來喔 我現在在追慢力 妳看不出來嗎 妳在追求慢力 她有答應跟妳交往嗎 目前還沒 但未來會 那妳呢 妳現在在這裡 算什麼 我要重新追求慢力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當初是妳主動跟慢力分手的耶 三心二意 雖然是優點喔 我不需要跟妳解釋這麼多 我只要慢力知道 我對她的心意 從來沒有改變過 這樣就足夠了 妳們兩個 怎麼又來了 慢力 我幫妳準備了早餐 我帶妳最愛的美食咖啡 加奶不加糖還有蛋餅 慢力 早上不要喝咖啡 喝牛奶配我準備的蛋糕 慢力 慢力 你們兩個都夠了 謝謝你們的好意 但是我已經在家裡吃過早餐了 你們兩個這樣子來 對我造成很大的困擾 所以 你以後不要再來接我上班 還有不要再買早餐給我吃 誰來 我就跟誰決價 慢力 都是妳害的啦 慢力她生氣了耶 不好意思 慢力會生氣 好像有一半是妳的責任 看來這杯咖啡 只好到賣場再給慢力了 對喔 慢力跟她是同事 那我不去了 妳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辦法 這是我整理的客戶資料 客戶什麼時候會到 下午兩點 那還有時間 設計部的主管呢 在路上 好 那我去準備下午跟客戶開會 簡報資料 好 總經理 我去幫你泡杯咖啡 好 謝謝 真的要這麼做嗎 當然啊 偷偷洗一半了 能不洗完嗎 不要緊張啦 一切按計畫進行 再過二十分鐘 下班安就會到 她一到 我就會傳訊息通知妳 所以妳要拿妳好時間 等下班一到辦公室 看妳是要抱住我哥 還是要嗆吻她都可以 反正最終目的 就是要刺激下班的戰友慾 懂了嗎 總經理 總經理 這是設計部主管 帶來的設計部 你確認一下 好 不好意思 好 沒關係 慢安到樓下了 慢安進電梯了 慢安出電梯了 依照下慢安的絞程 她從電梯走到辦公室 大概需要三十秒 所以妳要拿妳好時間 妳是不是有什麼急事 簡訊一直來 沒有 沒事 好 快 走 快 走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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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一個追求的機會 那你會選擇給誰 那我會選擇 今後的幸福就是屬於你們倆 別牽掛別讓淚落下 就替我愛著她 我可以假裝自己其實很大方 成全自己最深愛的人不害怕 只是受了一點傷 流點淚才會長大 你的眼淚 留給我收藏 那些心碎 別白白浪費 人不都是別愛別學 求一個誤會 就替我照顧她 你能給她我給不了她的翅膀 今後的幸福就是屬於你們倆 別牽掛別讓淚落下 就替我愛著她 我可以假裝自己其實很大方 成全自己最深愛的人不害怕 只是受了一點傷 流點淚才會長大 遺漏 這是真的 我方一方 祝是一頓